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VIRALAB的3D大眼鏈驗日 我們很開心可以請到WiseMaker的CEO Ken 過來和我們分享 Ken 你好 如果真的有些問題 想代我們一些副記者問問你 第一條問題就是 對於3D printing industry 香港未來的發展 Ken 你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他的發展是很快的 其實看回我們現在做了四年 客戶其實每年都差不多一倍一倍增加 由最開始可能都是一些學校 或者一些大學去用 到現在慢慢推廣到越來多 比如一些工業的客戶 商務的客戶去用 而今年也多了 有一些譬如個人的 或者一些 hobby 自己去用 所以各個層面都越來越普及 看得出其實它的 potential是很大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想跟你說 我們VIRALAB是一個新的資訊科技評伴 我們希望營聚這些科技人和Maker 提供一個平台去討論科技和Maker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VIRALAB也會 舉辦很多工作坊 希望帶一些新的體驗 給一些對DIY、CleanTech和機械人有興趣的人 Kent 不知道你對這個新的平台VIRALAB 有什麼看法和不同的 還有會有什麼期望呢? 我覺得這個平台是很好的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新科技 現在推出了 你說每樣都買回家試一下 其實就不可能的 這樣又很貴 這樣有一個平台 其實有很多人可以去嘗試一下 這些科技是怎麼樣的 還有譬如我們自己做Philipinta為例 其實用戶需要有3D設計的技巧 才可以用3D打印的 所以其實通過這個平台 可能他都可以去學習到 怎樣去用3D設計 或者去接觸到多些不同的技巧 那期望就越來越多人 對於新科技有興趣 參加多些 又覺得有趣的 又叫多些人來參加 那就變成了一些科技 新科技發展 就越來越多人去認識 以及去參與 還有一條問題 就是想問Kent 你自己本身 在你公園的時間 你有沒有自己打印一些東西 去幫助 或者這個時間 你自己個人生活呢? 有的 我打了一句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女兒的書包名牌 是一個3D片 打了給她之後 她很開心 我已經交了一個功課 但是她叫我打給全班的同學 其實她不知道這句話是要畫的 不是編就可以了 所以我可能要畫十幾十個 就派給朋友 我相信你女生都會很開心 多謝Kent你跟我們分享 好,謝謝